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喂 大家好 那 这是今天的一程嘛 就是刚刚都已经讲过 所以就是跳过 那再来的话就是 今天的Outline大概就是一开始 自我介绍已经有了 所以就是直接跳过去 那再来就是 怎么 再来就是先介绍说 怎么进入圈子 那遇到什么事情 那 顺便教一下怎么发送 Pool Request 就是PR 那最后介绍一点 就是一些 线上的开源贡献的活动 那下面的话是slido slido的话就是可以 就是上面发问 那我可能没有熟 那我可能事后才会看 那再来的话就是 就是自我介绍的话就是 看一看就好 就是大概就是一些 呃 城市开发相关的经验 那还有就是目前就是 在工业院当掩替嘛 那就是理很少 所以我觉得他在做功德 那 那再就是 目前在担任是后端的 PoP developer 这样子 那在开始之前的时候 先看一下tweet 那这tweet大概在讲的是说 呃 这是一个瑞典的开发者 那他 他就是在回顾说 他六年前的时候呢 他做了一件事就是说 他发生了第一个 他的Pool Request 那我在下面就回他说 我也在那个时候 那个点的时候 也发了一个Pool Request 人家也是第一个 那最后他就说 哇 我的是一个Hard Call 那为什么他问我 是Hard Call呢 原因是因为 呃 他只是就是 呃 发送一个Document 然后修改他而已 那我就直接就是 trash他的Source Call 然后去修改 那后面 后面讲为什么 就是他们认为的Pool Request 跟我们有可能就是 有一些差距 那再来的话就是 一开始是怎么进入圈子 原因是因为 我本来其实想要做个 聊天机器人 那我想要让他可以 可以问天气 那我就开始找到 诶 有个Yahoo Weather的API 可以使用 那后来呢 我就找到了 找到这个 那我就觉得想说 就直接拿来用 拿来串接就好了 那后来就觉得想说 这个套件可以更好 那当时那个时候 有个要HT Parsi的漏洞 那不知道的话 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或者是他有连结 那后来我就是修改了他 然后修正了他的漏洞 那后来就被Merge了 然后Merge了之后呢 这是Merge的情况 那之后Merge的情况 Merge之后 我就觉得 哇 这个好像有一个成就感 好像很棒 那所以之后 我就会一直 就是做开源贡献的方向 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聊天机器人 啊对不起 我聊天机器人就没有做了 就放着 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对 就整个不见了 那后来就遇到什么事情 遇到就是说 很多推特上面就是你贡献了他的东西 他可以就是跟你讲 谢谢你 那你做了什么事情 那对我们改善了什么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我让专业更往前 就是发布了新的version 那很多人看到code 你看了很多 所以你知道人家在想什么 那我也写了很多测试的程式 测试他们的程式嘛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了解到很多的技术 那同样的你也可能会遇到贡献的一些技术 比你弱的开发者 那你可以就是透过正确贡献的方式 去教他正确的观念 说怎么做还是比较对的 那这个话就是一个感谢twit 那他大概就是说 他发布了1.1.1的版本 那我做的事情就只是 帮他增加了测试程式码 让他的程式码可以更有保证 就是更有更可靠 那再来就是想要讲说 怎么贡献发送pro request 那通常有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你发现了问题 那你开了issue 那开了issue 他可能就问你说 你要不要开 你要发一个pro request 关于这个issue 那第二个的话 是你从解决既有的issue 就是本来这个issue 就已经存在了非常久了 或是有一段时间了 那你就来解他 然后发送pro request 那第三种的话就是 两者都没有 你就直接去trace 他的source code 然后来改 那我第一次pro request 我就做第三项事情 其实这不是很好示范 所以刚刚一开始 那个twit 在开始之前 他就说 这是一个hard code firstpr 对 所以就是 如果想要尝试的话 可以从第一个 跟第二个开始 那再来就是 这是一个范例 就这样子 就是发现问题 然后开issue 就是这个大意就是说 我想要增加更多的features 到他的专案上面 对 那他就跟我说 你可以增加 那你就来发pro request 然后refer到这个issue 那再来的话就是 这是比较难的 这是trace 他的source code 那有人 大家有人听过这个 然后叫做viveo 这是他是一个 跟YouTube很像的 一个串流平台 那我当初会使用 它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有一些 他们外国国外影片 是放在这上面 那就是我可能就是想要 用API的方式去存取 它的时候 我后来就去找到 他的 就是有PHP的viveo的API 那我发现他的viveoAPI 就是存在非常久了 然后没有那个写测试程式 所以我就帮他写了一个 就是初始化他的测试 对 那这个就是 新手不要学 因为这个非常难 就是一开始 你就要去trace它的原始码 那再的话 应该也知道 就是叫mail.js mail.js就是跟sangry 还有mail.com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寄送服务 寄信寄信的服务的一个 用API的方式可以寄信的服务 这样子 那我一样也就是 帮助他 就是让他更好 所以就是让他的测试涵盖率 测试程式码涵盖率更多 那一样这也是 新手不要学 那最后就是 你可能发送Pore Request之前呢 你可能要看一下 他有没有contributing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个marked down的file 就是一个档案 那他可能大概写成这样子 就是他可能会 所以你要按照他的coding standard 就是程式码的范例 还有你要每一个 你增加的feature 你就要写他的 增加他的测试等等 所以他会写一个 禁单跟你讲说 你要做到这些事情 那有一些可能没有 没有的话 像我如果习惯就是没有的话 我可能就是会写一个 像之前这样子 就是一个Change Log 然后跟他讲说 我大概改了什么东西 就是写个大意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你Pore Request 其实也是可以很简单 你可以只要像这个范例 你只要加个Document 就算是了 你就可以做到开源贡献的目的 那加入 那那个一开始 那个开始之前的Twist 那第一个人家 外国的开发者也是做这件事情 就是发一个文件 就写写文件而已 那就是这样 我就只是写这样而已 那再的话就是 因为后来就是 贡献是太多了 那就是后来加到两个 在Github上面的Organization 那第一个的话 就是一个PHP Math 就是一个就是 写Math的一个 数学相关的Library 那下面的话 是跟区块链有关 那下面还没有成 就是还在讨论我们 到底要做什么 那最后就是 学会了什么东西 就是看了很多Code 那对专体Cover有更深度的了解 那最后怎么使用CI 那你可以接受人家的Request Change 因为你不是每一个Poro Request 人家都心然的接受 它可能要让你改到它认为 Maintainer 让它认为满意为止 那最后就是 可以和人们一起讨论 那让Poro Request如何更好 那最后就是 迷之缩写 其实就是前几天才看到 我把它加进来 那这个其实很有趣 那我其实我都遇过了 就是人家他真的会这样写 那看起来就是很中二 就是第一个就是Poro Request 那二跟三就是 意思就是说 Look good to me 就是说 我看起来这个Poro Request 很棒 那可以Merge了 那第四个的话叫 Work in progress 就是说 我只做了一部分 那这个东西还要再继续 发其他Poro Request 那PTL的话就是 Please take a look 就是要take另外一个人 然后叫他来看看 那最后就是 就是too long didn't read 就是说 太长了我懶得看 那TVD就是说 to be done 就是还没有做完 那最后就是介绍一下 开源贡献的活动 开源贡献的活动 开源贡献的活动的话 第一个就是因为 外国有圣诞节嘛 所以就是 就是从24号 10月24号开始 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Hack October Festival 就是说在 每年的十月会 那整个月就是做一个活动 那是GitHub 跟Digital Ocean举办的 那最左边的话是2015 那2012 2017 那我是从2016开始 对 那就是一直到现在 那今年可能 也会参加 对 就是他现在的活动 那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搜寻看看 那最后就是 有什么问题吗 那谢谢大家 那最后就是这个图片 上面这个字 送给各位 谢谢大家